嗨,大家好,我是歐吉桑 欢迎收看2022年6月9日的澳洲重点新闻 歐吉桑每日用中文报道 生活在澳洲不能不知道的时事新闻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 那就赶快按下追踪或订阅 维多利亚政府设立新的法律 以后如果没有交市政费CT Council Rate 在新的法律保护下 除非在极端的情况 否则维多利亚市府 将禁止雇用讨债公司的收债人 就向纳税人追讨市政费 新法律要求地方市府要提早应对 经济困难的纳税人 并解决他们的家庭预算压力 接下来 深受澳洲人喜爱的KIA汽车 发现部分车款因为软件问题 可能会导致过热起火 需要紧急召回 目前全澳洲有31074车辆 需要被召回 车主应该马上联系当地的KIA经销商 安排检查是否在这次召回的问题车辆中 最后一则消息 联邦银行Commonwells Bank 将与电信供应商MORE合作 针对预先批准的住房贷款客户 将可以获得3年免费的NBN 这项为期36个月的NBN计划 可以为符合条件的贷款务主 节省超过2700澳元 同时专家也指出 未来几个月将可能持续加息 我是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 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 最后不要忘记 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